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家里意外地发生了一场大火 把许家烧得一干二净 那天夜里 许丽泽早早地睡了 半夜迷迷糊糊地听到父亲急切的声音 泽儿 快醒醒 他睁开眼睛看到外面燃起了大火 惊慌地问 父亲 发生了什么事 快 搁我走 父亲顾不上跟他细说 拉起他就往外走 把许丽泽送到安全的地方后 许父见许母没出来 他刚才推了他几下没动 可能睡得太沉了 于是他又折回了大火中救他 可许丽泽等到房屋彻底塌了 都没有见到父母出来 许丽泽的哭喊声惊动了下人和左邻右舍 可等大家赶到时 许家正宅已经变成了灰烬 经过大家的努力 终于把大火灭了 可父母没了 家也没了 许丽泽变成了一个一无所有的孤儿 他走投无路 只好去投靠林家 林父很同情许家的遭遇 见许丽泽很可怜就收留了他 并吩咐家中下人 把许丽泽当少爷对待 不能怠慢他 有了林父的吩咐 大家都对许丽泽很好 尤其是林漫漫经常会陪许丽泽聊天散步 逗他开心 林家的温暖或林漫漫的热心关照 让许丽泽慢慢地走出了失去父母的阴阳 人也开朗了许多 开始读书习字 也跟随林父了解一些经商的门道 一晃几年过去 许丽泽和林漫漫都长大了 林父看到许丽泽跟林漫漫越走越近 心中有些不高兴 就对林漫漫旁敲侧击地说 你是一个未出格的女子 跟外男还是要保持一点距离 林漫漫一脸无辜地看着父亲说 我什么时候跟外男接触了 你还没澄清 除了自己家里人 其他人都是外人 林父美好气地说道 林漫漫总算明白了 父亲说的是许丽泽 他不明白父亲为什么一反常态 就说道 我和丽泽是有婚约的 他以后就是我的夫君 怎么是外男 林父怎么可能不明白这个道理 只是许家出世之后 他可以看在世交的份上 照顾好友之子 但现在许丽泽一无所有 他怎么能够给漫漫幸福 他一直是林漫漫为掌上明珠 本来是要给他择一门好的婚姻 没想到许家出了意外 许丽泽能不能成气还有待考察 他不想拿女儿的未来冒险 就叹了一口气说 丽泽是个好孩子 只是他现在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 他拿什么娶你 你们的婚约 在他父亲去世的那一刻 就不作数了 林漫漫没有想到 自己一向敬重的父亲 能说出这样的话来 他用陌生的眼光看着父亲说 你怎么能这样出尔反尔 丽泽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如果你在退婚 你考虑过他的感受吗 不管你怎么说 我这辈子就认顶他了 林傅见林漫漫开始时小性子 就没有再说什么 而是脑子里在飞快地想办法 让许丽泽自己知难而退 这样到时候漫漫就不可能怨恨他了 林傅首先想的就是先把二人分开 这天他把16岁的许丽泽叫到跟前说 好男人志在四方 你要是想重振许家 就要出去历练一番 然后从一个箱子里 拿出一千两银票递给他 继续说道 这一千两银票 给你当本金 你要是三年之内能重振许家 你就骑着高头大马来迎娶漫漫 如果你出去要是一事无成 就证明你没有能力给漫漫带来幸福 我就要为他另择夫婿 许丽泽尽管内心不敢赌 但他知道自己的处境 这些年如果没有林家收留 自己能不能活下来都很难说 如果还想像原来那样迎娶林漫漫 不做出点成绩来证明自己的能力 不是辜负了林漫漫对自己的深情吗 想到这些许丽泽心中纵使有牵绊不舍 他还是坚定地点了点头说 师伯请放心 如果我真的是一无是处的废材 一定不耽误漫漫的前程 就以三年为期限 到时候我不能重振许家 我就主动来退婚 好 像个有担当的男人 林妇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想到自己一箭双雕的计策 林妇露出了不亦察觉的微笑 只要能顺利地把他俩分开 又能激发许丽泽的能力 等三年又何妨 如果许丽泽成功了 证明他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 值得林漫漫托付终身 如果他失败了 有他今天说的话 到时候让林漫漫令假 他也挑不出反对的理由 许丽泽立下了军令状 依依不舍地告别了林漫漫 踏上了经商之路 他一想到林漫漫含着眼泪送别的场景 心里就充满了动力 他不知疲倦地奔波 思索 总结 加上这几年林妇教的生意之道 活学活用 居然没多长时间 他就在棉布行业站住了脚跟 许丽泽为人踏实 做生意讲究诚信 而且勤劳肯干 不到三年他盘下了二间店铺 雇了十来个伙计 生意做得顺风顺水 按照约定的时间 他风风光光地回到了林家 不仅还清了林妇当年给的那一千两 还带来了丰厚的聘礼 林妇见当年稚嫩的少年 已经成长为一个帅气的小伙子了 不由地感慨道 你真的是快做生意的料 现在许兄在九泉之下 真的可以明目了 许家后继有人了 领妇没有理由再阻止林漫漫嫁给他 就同意了他俩的婚事 还帮着许丽泽在许家原来的地基上 盖了几间气派的房子 重新挂上了许宅的牌子 不日 林漫漫风风光光地嫁进了许家 许丽泽娶到了自己心仪的女子 事业上也小有所成 又重振了许家的门楣 一切都步入了正轨 谁知还没有过上两年安生日子 这天许丽泽正在店里忙碌 林漫漫的丫鬟小可 急急忙忙地跑到店里说 少爷 夫人不见了 许丽泽没明白她的意思 就问道 夫人怀孕了 在家里怎么会不见了 小可都快急哭了 说道 今天早上 夫人跟我说有点闷 想去外面走走 我要陪她去 她说不走远 就在家附近转一转很快就回来 让我忙自己的 然后你就真的没有陪她去 许丽泽压住自己的怒火 继续问道 我当时手里有活 就没有陪她去 可我等了将近一个时辰 都没有见夫人回来 我就出去找 可我把前前后后都找遍了 就是没有夫人的影子 小可哭着说道 哭什么哭 还不派人去找 许丽泽此刻也慌了 林漫漫已经有了五个多月身孕 她说不会走远 就应该不会走远 可现在为什么会不见了呢 她心里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发动了店里所有的伙计 去找林漫漫 可大家把这附近找遍了 就是没有林漫漫的踪迹 许丽泽毫无头绪地走在大街上 此时她也不知道该往哪里去找 她已经派人去林家问过了 林漫漫没有回去 林妇也派出了所有的家丁帮忙找 可是都没有音信 这时 许丽泽看到了旁边的一个厕子挂摊 她病急乱投衣 就走了过去 厕子的先生是一个五十多岁的人 看着一脸焦急的许丽泽问道 遇到解决不了的事情了吧 许丽泽本来不信这些 但此刻她还真的希望先生能给她纸条明路 就点了点头 你随手写个字 我帮你测一下 厕子先生说道 许丽泽思绪很乱 就随手写了一个九字 厕子先生沉思了片刻 说道 你所求之事陷入了一场矛盾呀 许丽泽听到这话 眼里放光 就把林漫漫失踪的事情跟她说了一下 厕子先生点了点头说 夫人是内宅之人 将酒放室内就是鬼 要小心兼鬼不测之事 这是有人故意而为之 而且是内宅之人 许丽泽的心沉了下去 自己和漫漫没有得罪过什么人 也没有做过什么恶事 为什么会有坏人盯上了怀有身孕的漫漫 而且内宅也很简单 因为漫漫喜欢安静 家中也没有过多的事物 内宅只有一个管家许叔 丫鬟小可 雏娘临婶 这几个人之间也没有什么矛盾啊 许丽泽觉得厕子先生有点胡说 就摇了摇头 掏了银子准备走 这时厕子先生似乎看出了他的心事 说道 你信则有 不信则无 不过我可以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你夫人怀的是儿子 而且是一个不平凡的儿子 所以他这次一定能逢凶化吉 此话怎讲 许丽泽又站住了 问道 酒是杨树 所以会生男孩 而且酒相反又不是凡 所以夫人肚子里的孩子 是一个不平凡的孩子 酒试完自讲 这个孩子不会出意外 肯定能安全生下来 测字先生一口气把他能想到的都说了出来 许丽泽听了这几句话 心里舒服了很多 不管真假 他都希望这个是真的 于是又给厕子先生放下了一些碎银子 继续去找林漫漫 可这么漫无目的地找也不是办法 他还是决定从许宅内部的人查起 小可是林漫漫从林家带来的陪嫁丫鬟 从小就跟着他 这个姑娘应该不会有问题 那就只剩下许叔和林婶了 许叔也是林妇推荐的可靠之人 他也没有理由对林漫漫下手 至于林婶 来历有些复杂 那年他陪林漫漫去庙里上香 在回来的路上 他们的马车撞倒了一个妇人 这个妇人就是林婶 当时她并无大碍 只是说自己无路可走 希望他们收留 赏她一口饭吃 因为林婶的脸上有疤 是破了像的 常年戴着面纱 大家都忌讳 不好找活干 林漫漫心软 就把她收留在府里干厨娘 这一年多下来也相安无事 林婶手脚勤快 做的饭菜也很可口 是她带走的林漫漫吗 许丽泽虽然不知道 林婶有没有这样做的动机 但她还是在暗中细细观察林婶 林婶给她端来了晚饭 但她担心李漫漫 一点胃口都没有 她对林婶说 蹲下去吧 夫人没有着落 我没有食欲 林婶的眼神有一些躲闪 但还是安慰许丽泽说 多少吃点 你只有吃饱了才有力气找她 许丽泽坚持不吃 林婶也就撤回去了 也黑了下来 林婶提着篮子 举着火把走出了许家 她往城外走去 根本不知道身后有人跟着 脚底下的速度也越来越快 很快来到一个没有人烟的破庙 她挺下了脚步 前后左右看了看 确定没有人 她才推开了破庙的门 许丽泽趴在窗户上 她看到林漫漫被绑在柱子上 嘴里塞满了布 眼睛红肿 她的心都碎了 她顾不上想太多 一脚踢开了门 林婶和林漫漫都吓了一跳 林婶看到她之后就想逃跑 被许丽泽带的两个伙计摁住了 许丽泽把林漫漫的绳子解开 把她全身上下都检查了一遍 确定她没事才放下先来 这时她在努力克制自己打人的冲动 对林婶说 你是谁 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漫漫 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是谁 哈哈哈哈 林婶仰天一阵长笑 眼镜里却充满了泪 然后恶狠狠地说 告诉你 我要让你们许家后继无人 许丽泽听到这里不寒而栗 如果她今天没有跟来 漫漫和孩子就有危险了 但她实在搞不明白 林婶为什么这么恨她 把她的面纱摘了 我看看她到底是谁 为什么这么恨我 许丽泽喊道 伙计扯下了林婶的面纱 左脸上有明显的伤疤 让整个脸看起来都很扭曲 确实有点可怕 但许丽泽还是认出了这张脸 她惊讶地喊道 梅姨 为什么是你 你怎么变成这样了 梅姨是她娘的陪嫁丫鬟 许丽泽等于是她带大的 可在许丽泽十岁那年 梅姨却突然不见了 她问母亲时 目前也只是说梅姨出嫁了 可现在为什么破了下 还对许家充满了恨呢 许丽泽心里有一百个问号 算你小子还有点良心 知道我把你带大不容易 比你爹娘强多了 梅姨说这话时 眼镜里全是恨 梅姨 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你为什么这么恨我爹娘 许丽泽问道 梅姨陷入了沉思 开始诉说当年的事情 那天晚上 梅姨忙了一天的活 刚回到自己的房里 想泡个热水澡之后睡觉 可这时许富推门进来了 她喝了一些酒 看到梅姨时 她完全失去了理智 强行占有了她 事后并承诺纳她为妾 梅姨想着自己是丫鬟 能成为许家的妾也是一件好事 就把这件事情忍下来了 等着许富的安排 可一个多月过去 许富还没有动静 梅姨却发现自己怀孕了 她就把这个事情告诉了许富 许富当时也挺高兴的 就拉着她去找许母 当许母知道二人 不仅有了苟且之事 还珠胎暗解 本来就很小心眼的她 更加气愤不已 根本就不同意那梅姨为妾 许富一直畏惧许母 自然不敢替梅姨说话 梅姨不仅没有成为许家的妾 而且还被许母强贯地胎药 梅姨为了保护父中的孩子 打翻了许母手中的药丸 许母的尊严被自己的丫鬟碾压 怒火中烧 完全失去了理智 端起旁边烧得正旺的炭火盆 扣到了梅姨的脸上 梅姨说到这里眼镜里全是泪 可以想象到当时的她有多委屈 许丽则那时还小 不知道父辈之间还有这么一段恩怨 她小心地问道 后来呢 梅姨平静了一下自己的情绪 开始继续说 梅姨的脸被灼伤了 衣服被点着了 她大声惊呼着冲向了院子里的水缸 这才算保住了自己的命 可从此也毁了容 只能戴着面纱度日 后来她被许母赶出了许府 她身无分纹 毁了容又怀着怨 只能靠乞讨为生 但她还是把孩子生下来了 是个女孩 为母则刚 她觉得自己能力有限 想把孩子送回许府 让孩子有一个好的生活环境 毕竟是女孩 不存在争家产的事 希望许母能念着过去的旧情 收留她的孩子 可许母看到他们娘俩时 心中的怒气依然没有消 把他们大骂了一顿 还差点抢过孩子淹死 梅对她的恨 也是在这个时候彻底生根 她认为许母太狠了 完全不念旧情 也不认许家的骨肉 她决定要报复 她跟了许母十几年 自然知道许母的一切喜好 也知道许家哪里 没有下人经常走动 那天她悄悄地 从狗洞里爬进了许家 趁着厨娘不在 她在许母最喜欢的汤里面 下了米药 然后等到夜深人静的时候 又在正宅放了一把火 她眼睁睁地看着许家烧着了 看着许父许母葬生火海才离开 许丽泽这时才明白 自己家的那场大火并不是意外 而是梅姨放的火 害得自己一夜之间 变成孤儿的人居然是梅姨 她的心也开始揪着疼 可这一切到底是谁的错呢 这时 梅姨红着眼睛指着她说 你为什么要在老宅的位置盖房子 你为什么要重振许家 当这个地方这个房子再次盖起来的时候 我心中的仇恨又燃起来了 他们不配有子孙 我要让他们后悔 在场的人都认为梅姨疯了 上一代的恩恩怨怨 为什么要扯到下一代 而且慢慢跟这件事情有什么关系 她肚子里的孩子又何其无辜 许丽泽知道梅姨的心理已经严重扭曲 他们解不开这个死结 就对伙计说 把她押去献牙吧 让支献来定夺她的罪行 许丽泽把林漫漫接回了家 又请了郎中过来给她看病 好在一切有惊无险 孩子也正常 没一定要也还在篮子里 没有来得及灌下去 林漫漫虽然受了惊吓 但她心地善良 知道这些事情不是梅姨一个人的错 毕竟许家父母也有错 就对许丽泽说 你去趟县衙 给梅姨求求情 她虽然犯下了弥天大错 纵火杀人 但也是情有可原 饶了她的死罪吧 再问问你那个妹妹的下落 毕竟是你们许家的血脉 就接回来吧 许丽泽听从了李漫漫的话 根支县陈述了实情 最后梅姨盼了终身监禁 在牢中悔悟自己的一生 许丽泽从梅姨口中 得知了妹妹小玉的下落 年仅12岁的她 被梅姨迈进了一个大户人家当丫鬟 许丽泽找到了那户人家 把小玉熟出来 带回家悉心培养 好在小玉心里很健康 人也踏实肯干 成了哥哥嫂嫂的好帮手 没几个月 林漫漫生下了他们的大儿子 许丽泽记的册子大师说过 这个孩子不平凡 就给他取名许非凡 希望他健康平安地长大 将来有出息 好了 今天的故事分享就到这里了 希望听完我的分享后 您会有所受用 如果您有什么意见 欢迎在下面留言讨论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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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